当地时间1月6日,美国国会召开联席会议,开始清点2020年总统大选的选举人投票。 该会议在进行约一小时后,因示威者冲进国会大楼中断。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,国会两院需清点并认证总统大选选举人投票结果,这将是正式确认总统当选的最后一步。 该步骤通常仅具有象征意义,但今年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多位共和党议员表示,将反对部分州选举人投票结果,为该仪式增加不确定性。 当天,大批特朗普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外,手持支持特朗普的旗帜,美媒称此举欲向议员施压。 国会外的示威者与安保人员发生冲突,一些示威者在下午两点左右砸破国会西侧窗户玻璃,冲进国会并进入参议院、众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等地方。 参众两院随即叫停辩论,进入休会,开始撤离。 国会也宣布进入禁闭状态,禁止人员出入。 对于示威者冲进国会,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,请支持国会警察,保持和平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国民警卫队、华盛顿警察、弗吉尼亚州警察等均赶往国会控制局面。 下午三十四十分,警方将国会参议院基本清场,但仍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在国会台阶、二层走廊及广场位置等一些地方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息,一名女性在冲突中胸部中枪,伤势严重,令有多名警察受轻伤。 下午四十二十分,特朗普发表视频讲话再次表示,她的胜利被抢走,大选充满欺诈,但你们现在必须回家,要保证法律和秩序。 对于当天发生的示威者冲进国会事件,美媒纷纷表示不可思议,前所未有,并称其为暴动骚乱。 截至下午五时,仍有不分示威者聚集在国会周围,国会的禁闭令也仍未取消。 目前对于何时恢复清点选举人票会与仍未可知,美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,国会领袖要求先将局面完全控制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